本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这一期死亡车祸 而且嫌犯相当的态度很差 这个时间是发生在今天的清晨4点20分左右 地点就是在台北市中校西路地下道东往西的方向 这里是警铃行政院的 当时有两辆车疑似是在禁速 结果波及到了另外一辆车 造成无辜的驾驶送医不治 不过警方第一时间是赶到了现场 发现说嫌犯的身上浑身都是酒气 那上前想去盘查他们还不愿意配合 接下来竟然是攻击远警 就连前来采访的记者也都遭到攻击了 警方先是对空鸣枪 但是无效最后只好朝着其中一名男子的左大腿来开枪 将他制服 还好送医之后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目前涉案的七个人已经全部都被带回征讯 要厘清案情 就在警方面前 黑人突然用力推了前来采访的记者 这群人火气非常大 也让车祸的现场一片混乱 而另外一头救护人员也正在努力的 帮伤者做CPR 这起车祸发生在14号清晨的4点20分左右 地点就在行政院旁 台北市中小溪路地下道东往西方向 监视器排下第一辆突然减速 后方车辆刹车不急 撞了上去而翻腹 这时警方刚好巡逻经过 立即下车查看 但惊觉有意 要求嫌犯配合盘查 但是嫌犯浑身酒气 不但不配合 还意图上前殴打远警 警方先是对空鸣枪无效 最后不得已 抄着他腿部开枪 嫌犯才倒地 不再向前 而警方也在他的身上 搜出了折叠刀 目前所有相关的涉案人员 都被警方带回 其中也不乏有帮派分子 然而这起车祸事故 最后造成一名无故驾驶 送医不治 现在警方还要厘清 整起车祸原因 华智新闻 庄文角王世凯台北报道